梦想在我的前方 勇敢寻找 你载着我向前跑 路上有无尽反摇 我会知道 但是又会等且了 Boy you make me so fast Girl you make me so hot Why you make me so strong 加速奔跑 天空跟我们相傲 再不跳 无许的逍遥 加速奔跑 朋友 将我们依靠 再重调 委屈不重要 别是担忽他们说 为什么 怀疑你是错 坚持你心的火焰 在掌握自我 抬手去拼过 别常打开 手挂 摆脱了阴霾 永运在 预想到未来 大家好 我叫星雨 我被哥哥接到城市上学的这天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件 原来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红色汽车 竟然拥有神奇的力量 它跟另一辆红色的汽车可是不对的 更神奇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合体 变成超级帅气的兽车人 而更更更加神奇的是 这个兽车人竟然是有生命的 原来这个名叫列车兽魂的游戏 竟然变成了现实 拥有兽车人的我们 被称为兽车猎人 列车合体 寡人最强兽魂 进入我们的兽魂决斗 一起狩猎吧 上一集的故事里 金羽和小川对战龙翼飞和阿魏 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小川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让大川刮目相看 终于大川和小川 学会了互相理解和信任 莫莉鸟 莫莉鸟的生命 全没了 你就是传说中的 手车人杀手 手车人杀手 阿魏 发现什么了吗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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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羽 金羽 出大事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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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了 我们说的是真的 就算真的有手车人杀手 他也得是个人 而不会是怪物吧 真的呀 据说要是被他打败 手车人的生命能量 就会被他一次吸干 太可怕了 没错 根据案发地点据显示 他已经来到我们这一区附近了 这么说 手车人杀手真的存在 没错 我们的手车人已经有好几个遭殃了 全都失去了自我意识 变回普通的手车 生命能量是不可能一次性被吸干的 也许 也许所谓的受害者只是彻底出光了 却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这 虽然也有可能 但是 什么杀手的 想那么多干什么 走啦 上课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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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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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失去生命能量的兽车人 龙威 还有一台呢 还有一台呢 龙威 不 送车人 下走 幸好只是个梦 我绝对不能让龙威失去生命能量 龙威 下午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什么杀手吧 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 龙威说的没错 龙威 我们人多力量大 不行 今天晚上我还有事 不能陪你们一起收敛了 这 这 这先走了 阿渊博士 阿渊博士 不好了 失去生命能量的兽车人 数量突然间增多了很多 孩子们都很伤心 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寻常 阿凯 阿凯 你怎么了 阿凯 阿凯的兽车人已经 阿凯的排名也不低的 怎么会这样 阿凯 告诉我 是什么人做的 是什么人做的 兽车人 杀手 兽车人 杀手 剑刀根本不堪一击 那家伙说的 什么 我们的攻击对它根本无效 丛林金刚就这样牺牲了 可恶 我 阿凯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人 践踏我们剑道的尊严 这个什么杀手 就由我揪出来 琥珀 做好准备了吗 身为你的剑 我时刻都保持着锋利 很好 这么多年了 难道是她 告诉我 你们链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变强 只有变强 谁欺负我的话 我就教训她 为了正义 为了用手中的剑来保护其他人 嗯 老师 为什么要阻止我 这是给予对手最后一击的好时机 义冰 你的剑太刚猛好胜 这是不对的 老师 我也不比哥哥差 可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认可过我 义冰 所有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谁也不会有特例 什么破剑道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 义冰 随她去吧 义冰 义冰 你要记住 太过于刚猛的剑 会迷失自我的 义冰 我希望 兽车人杀手 不是义冰 没事的 义涵 不会是她的 义涵 对不起啊 义涵 我没注意 晃晃晃晃的干什么呀 对啊 难不成你遇到了兽车人杀手 哦 哦 星雨 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关于兽车人杀手的消息 不 我不知道啊 喂 放开星雨 你这么激动干嘛 算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 也许是我太着急了 哼 这个意涵 还是老样子 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肯说 嘿嘿 如此糟糕的状态 今天我吃定你了 车子发动的声音 一卡 嘿 什么 你就是最近十分有名的兽车人杀手 星雨 别害怕 他只是个猎蛇手而已 欧阳浩 星雨 你太让我失望了 居然还带着保镖 像什么样子 哼 我才不是他的什么保镖 我有百分百的理由 要跟你算账 有趣有趣 那我就给你一个优先名额 来体验我的新力量 还等死吗 星雨 好好看看现在欧阳浩的实力吧 好好看看现在欧阳浩的实力吧 欢迎进入狩魂服务器北爱之力区 翠绿烩 翠绿竹林区域 喂 世界上最强悍的十岁少年 好好看清楚 这也许是我们将来的敌人 对 龙威 缺剑的家伙吗 沙达斯 跟他比划比划吧 就凭你 也配弹剑刀 琥珀 上吧 好 他的攻击果然很霸道 毕竟是那个人的哥哥 当然有一定的实力 不过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MP卡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什么新力量吗 任凭他们耍什么花样 都别想把我吓跑 这让MP卡有什么作用啊 不知道 可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见过吧 X代表是极端的力量 X能量卡 起动 火波 危险 小头 小头 快 竟然能够突破我的防御 速度和攻击力都增强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沙达斯 超级鼻毛 超级引光刃 喜枝 勇 peur 我 鹦 眼 press 你这样的实力 也能令一兵如此畏惧 我一定会从你们暗夜猎团手里 把弟弟抢回来的 原来是这样 什么呀 他们的生命跟我们一样重要意涵 你怎么会懂我的选择 为了把一个我重视的人 从暗夜猎团手里抢回来 我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是自己的兽车人 没想到义涵的弟弟 居然是暗夜猎团的人 我们暗夜猎团的伟大宏愿 不是你能阻止的 沙达斯 糟糕 攻击范围太大了 可恶 可恶 狐婆 你忘了我们一直战斗的理由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倒下 我怎么可能忘记 你们真的好烦哪 沙达斯 拿出你最强的力量来 什么 什么 好霸道的斩机 不过 这种直来直往的剑法 根本不值一提 战光烂武 这个招式可是义涵的拿手技能 应该对沙达斯有效 变成狐子的再次反弹 琥珀的冲击力将会变得更强 有点不对劲啊 星云 沙达斯完全不躲不闪 作曲陷阱 狂暴化的沙达斯无人能敌 你们今天就到嘴子了 老师说过 太过于刚猛的剑会迷失自我 败军之将 还来跟我谈什么剑道 你的剑 只剩下刚猛霸道 尚且比不上一兵 又怎么能打败我呢 什么 沙达斯 剑道除了刚猛 还有柔巧的秘诀 不过你们这种门外汉 怎么会懂呢 叶涵 一口气解决它吧 必着急 莫山剑 游戏结束 你还胜利了吗 星云 有点奇怪 沙达斯输了 却没有分体 小心 什么 居然会有这样的破坏力 这就对了 沙达斯 把他们干掉 胜利仍然是你的 不畏 不能让沙达斯伤害义涵 明白 叶涵 你还在等什么 快去阻止它 沙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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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举 可恶 肮脏的家伙 你还不认输吗 算你们走运 这次我只是跟你们玩玩 别太得意了 告诉我 一兵在哪里 放心吧 等他想找你的时候 你想躲也躲不了 你告诉一兵 我等着他 一涵 你的弟弟 义涵 琥珀 谢谢你们 全靠你们 让星宇克服了 对兽撤人杀手的畏惧 说真的 剑道还真的是挺帅的 谢谢我们 星宇 你没有修炼过剑道 所以面对敌人时 心智还不够坚定 要是龙威变得更强 我也不用这么担心了 什么 琥珀 我们走 今儿还要训练 如果需要对付暗夜猎团 尽管找我 我的剑 随时准备着 真的吗 一涵 你要跟我们并且作战了吗 别搞错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仅仅是这样而已 冷冰冰的一涵 也终于跟我们交上了朋友 太好了 太好了 难来如此 你们就是猎团的天敌 下一集的故事里 星宇等人 结识到新同学 连夏 热心的星宇 想和连夏做朋友 这个连夏 到底是敌 还是友的 共有 在暖夜中 快损 快损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